掌聲來歡迎周鴻德先生來給我們帶來這個演講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今天很容易可以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們公司在用Python的一些心路歷程 我的名字叫鴻德 大家都叫鴻德 我在訓練服務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 那我主要負責的是一些 Advanced Technology的Study 像今天要講的就是在之前 前幾年我一直負責的東西 那最近這幾年我比較Study的東西 包含了一些Content Protection的東西 那最近Study的像Windows 8的新的Metro Style Application 那這是我目前比較Focus的東西 那我想訓練科技可能剛剛魏老師有介紹過 那我們公司其實是在台灣 專注在影音多媒體這類的應用程式上面 那一些比較著名的像PowerDVD 或者是像PowerDirector VD導演 這類的application 那我們公司的行銷的管道 那除了透過一般的這個傳統的這個retail市場 或者是像這個web sale的市場 那另外一塊其實很大的是叫OEM bundle 就是跟OEM的這個機器混搭 它們的機器上搭售我們公司的軟體 像我們合作的客戶包含了PC的前幾大 前五大 Dale HP Acer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公司的客戶 那當然這個就是PowerDVD的User Interface 那它這個是一個可以播放Blue Ray 藍光跟DVD光碟的一個軟體 那當然它也可以整合了你的電腦裡面的一些影音的多媒體檔案 把它整合在這個User Interface裡面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它其實有支援這個Stereo 3D 就是立體的這個影像 所以你如果有這個譬如說120Hz的螢幕 或者是你家裡有3D電視 那你就可以透過HDMI 把它連到這些Display Panel 那你的Video就會變成是立體的在你的畫面上 那可能大家比較少知道的是PowerDV 其實也有Linus版 那這個大概在五年前吧 那時候像Nabook Nabook以及有一些我們稱為Instagram的PC 就是它上面裝的是Linus 因為在五年前那個Windows其實是非常慢的 它開機可能都要30幾秒 那我們在上面就用Linus Kernel 可以讓整個開機的速度可以在小於10秒的時間 可能是6秒7秒 含BIOS整個Pose的時間 那起來就可以進入PowerDVD的Linus版本 你就可以在Linus版本裡面來播放DVD 那另外一個我們也是在前年 非常出貨量非常高的一個叫Power Cinema 那它本身也是一個影音媒體的一個播放器 不過它比較專注的是在當消費者在使用遙控器 或者是它比較大的畫面的使用者界面的時候 那我們有Power Cinema 那它也是整合了這個照片 然後Video DVD還有TV的這個軟體 那當然不例外的它其實也有Linus的版本 那在上面其實你可以做到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公司最近幾年才推出的這個Photo Director 它是一個照片編修的一個稍微比較從大概是我們叫Persumer 就是比一般的end user還要再高級一些 可能它平常有用一些DSLR的這些photographer 那他們可以用這個PowerDirector這個軟體來編修他們的照片 那當然這個PhotoDirector它其實也有一版是Mac版 它可以run在這個Mac的OS10上面 那今天的場子是Python 那所以我們要講的就是這些application 背後的那個engine 那因為今天是Python的場子 所以我想不例外的 其實剛剛看到的這些application 其實都是Python寫的 那我們透過這些application 其實裡面背後大概80% 或者是說它的整個UI code其實全都是Python 那當然一些譬如說Decoder 或者是一些DSP一些effect 它還是用因為Performer的關係 它還是用Native code就是C++寫的 那可是除此之外其實全部的code都是Python寫的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這些application 背後那個engine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其實要回到2003年 那這個大概是差不多10年前了 那我們在那時候其實 那時候PowerDB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非常稠 那這是非常經典型的一個user interface 那它是用標準的Win32的API所寫的 那甚至連MFC都沒有 那在那時候其實我們就遇到了一些難題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公司很多的大部分的軟體走的是OEM搭售的路線 那OEM其實他們有非常多的客製化的需求 有非常多的客製化的需求 那在以前我們能客製化的幅度其實不高 譬如說上面這個UI的Cyberlink 就是這個icon換一換 換成Dale的名字 換成HP的名字 或者是當然這個UI它也支援Skin 就是你可以換一些顏色 換一些不同的形狀 可是我們面臨到的問題是 OEM它給我們的需求是 其實整個樣子或整個behavior 其實全部都要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會需要一個新的framework 它可以來support我們 可以很快的達到快速開發 那在傳統的這個城市 我們的開發週期可能 譬如說大概是一年的週期 那我們必須把它縮短 可能縮短到三個 以三個月為單位的週期 或者甚至更短的週期 因為OEM的需求其實它經常會變 所以即使我們的開發週期只有三個月 可是其實一開始它不會有很清楚的spec 所以你等於是你的整個UI的framework 是邊做 然後OEM邊review邊改 然後改完之後就出貨了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很好的framework 來support這樣的business model 所以它必須可以很快的 可以去做客製化 那很快的客戶就可以看到結果 而且它必須夠穩定 夠穩定 減少你整個debugging的時間 那另外一個是cross platform 那cross platform一直是 這個我們這個computer science 在做Windows 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說 你做的東西其實可以跨到不同的 不同的平台上面 那以前經常跨平台最大的 最大對於management level 它其實最大的困擾就是 你的開發時程 你的cost太高 因為你沒辦法跨平台 所以你可能90%的call你都要重寫 那變成跨平台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跨平台呢 就是為了要增加你的productivity 增加你的productivity 因為其實整個spec是一樣的 整個UI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你programming的關係 那它沒辦法很快的去移植到另外的平台 那你的productivity自然會降低 所以像當初在netbook 當時netbook上面裝載的都是linas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framework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很快的可以把現有的所有的application 那很快的把它移植到 一直到linas上面 那這時候跨平台的能力其實都會顯現出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immersive user experience 我們稱為是徐徐如生的使用者介面 那像之前的這個介面 它其實是比較傳統式的 可是我們希望可以有很好的感覺 它可以像flash一樣有animation 有東西飄過來飄過去 那它可以有陰影 它可以有alpha branding 那在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Windows 就是Windows SP才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在macOS上面 其實已經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其實我們希望可以達到 在Windows可以達到那樣的效果 那所以我們就開發了一個 一個UI Engine 它的名字叫空Engine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UI Framework 就好像qt就好像wspython一樣 那它是一個UI Framework 所有的UI的code 都是based on這個framework上面去架構出來的 那它是python的language所開發出來的 那所有的UI也是用python這個language去開發 那它是python的script 所以你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你不需要去compile 其實你可以直接run 那甚至你可以邊run邊改 它整個UI可以邊update 當然它也是可以 因為python的關係 所以它也cross platform 那截至目前為止 它可以support Windows 可以support Linux 可以support Mac 那它底層的整個graphics API 那我們剛剛講到 因為它能support animation的UI 所以它底層掛的graphics API 包含了openGL 可以使用d3d7d3d9d3d11 或者像你如果連openGL都沒有的話 其實用sdl其實一樣都可以跑 那它整個UI framework的設計目的就是 可以讓你的user interface的客製化的程度達到最高 而且你不需要去修改大部分的code 希望讓你的UI的code 大部分都可以reuse 那另外一個UI Engine 我們自己要擁有一個UI Engine 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特異功能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針對特殊的硬體 特殊的GPU去做一些optimization 那或者像現在這個UI Engine裡面 也有這個stereo3d的功能 就是你的整個 因為它整個UI其實是純3d的描述 所以其實當你如果用這個立體的電視的時候 其實你的UI的button 全部可以浮在半空中 那這些能力其實都不需要 原本那個UI code做任何修改 它其實自然的話就會浮在半空中 那你如果有用到一些3d的這個原件的話 其實它的button彈下去 其實都是會有點打到你那種感覺 那這個都是我們公司自己開發 這個UI Engine的一個目的 那在開發這個UI Engine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想要用一個script的方式來做 那其實為什麼要選用Python呢 那但第一個其實就是它close platform的能力 那另外就是scripting跟tablis 那在當時其實我們大部分的engineer都是C++ 那每天就跟pointer為伍 那跟pointer為伍就是 pointer就是一把利刃 它不僅會讓你的程式crash 也會把你搞死 那所以其實我們希望一個 它其實我們希望一個更有彈性的這個 這個program language 可以讓我們的engineer其實更容易的去開發程式 那另外一個是unicode的support 那這個其實也對我們很重要 因為我們 因為oEM搭受的關係 所以這些機器ship到全球各地 甚至我們其實支援的language 比OS要支援的language還多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很完整的這個unicode support 那當然Python的這個library 它有很豐富的library 所以其實用Python這個program language engineer的productivity 其實很快的可以被提升 它不用去考慮memory leak 那或不用考慮到突然就crash 它其實整個product 然後library又多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做這樣的開發 那這裡講的是它大致上的一個架構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這個AP的AP層 所以AP它本身全部大概都是用python所寫的 那它的整個UI的整個layout UI的逻辑都可以寫在這個application裡面 那它本身自己有一些kernel的這個layer 那這些其實我們希望它的reuse的程度其實最高的 所以對於不同版本的powerdpt 或者是說對於不同版本的powerc 那其實這個開發團隊只要去修改這個最上面這個level 那當然一些像一些codec 或者一些對跟多媒體影音處理的方面 那我們還是幫它保留在整個cprovenative code的部分 那這個UI engine它裡面大概有80%的code 其實也是存python寫的 那一開始其實我們並沒有打算用那麼多python 可是就是說越用就掉了 就是說因為你一開始說我一開始先用python寫一寫 那寫不好我再改系加加好了 結果寫到最後就是結果全部變python 那所以它裡面其實80%的code 就是python的code 所以它裡面包含了一個layout的engine 所以它用來處理layout 你的整個button的整個配置 或者是你上面的grid的配置 那當然它也有很豐富的這個UI control 就根據我們像一些button list view 那combo box 那它有一個這個sml的description 可以讓你不需要去寫python code 其實你只要用這個sml去描述你大致上的layout 那它就可以被載入到 它這個sml就會直接轉換成python code 然後去run起來 那它底層有一個framework的engine 可以讓你的AP架在上面 那在底下的navcode的部分 就是提供一些OS service 像譬如說text generation 你如果去產生一個text的image 或者像一些image decode 或者一些OS service 就從這個OS的service的level來 那它本身其實比較重要的 我們一直沒辦法用純python做的 就是整個composition的engine 因為它的對performance的要求會比較critical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部分用native code的部分 做了一個composition engine 把整個UI的像你所描述的button 你所描述的這個list view的這個樣子 把它compose起來 那底層就會掛到不同的這個 剛剛講過的graphic engine上面 因為OEM的關係 所以你不同的機器可能會有不同的能力 所以就看你如果是什麼硬體都沒有 那你就是乖乖用GDI或GDI Plus 那你如果稍微高檔一點 你有Directs 你有D3D 那就用D3D7 9或11 就看你這個機器上哪一種跑得比較好 那在Linux或者是MacOS上面 那我們主要的話就會用OpenGeo 那SDO主要就是用來 剛剛有稍微提到的 就是像一些ins and on上面 那因為你去initialize 這個如果initialize Swindow的時間太強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直接改用SDO SDO的graphic interface 讓整個城市載入的時間可以變快 那這個就是我們大致上這個UI engine的一個架構 那在設計這個UI engine的時候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design的challenge 那這邊提供兩個數字 那一個是100 一個是16 那這不是名牌 那這兩個數字代表 第一個是這個UI的responsiveness 就是說當你在UI上面按一個東西 如果你的程式在100ms裡面沒有反應的話 User就覺得卡卡 他就覺得卡卡 那另外一個是16ms 就是說當你畫面在做一個animation的時候 你必須達到每張60個frame per second 就是每張是必須 每張的間隔是16ms 那你如果沒辦法達到這兩個數字的話 其實你的使用者界面看起來就會卡卡跟頓頓 那所以其實我們internal有很多review的meeting 他就知道卡卡跟頓頓 那就是用來改善這個performance 那這邊其實我們用到的一些一個技巧 因為那主要的幾個這邊設計的幾個考量點 那當然這邊其實因為python有GL關係 所以在design這個response time的時候 其實challenge就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那這邊我做一個這個 它的rendering的architecture的一個大概的介紹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說你的UI的架構 它上面一定描述了一個整個UI的世界 它有一個button有一個list view有gallery 所以你的整個會建成一個don tree 就好像你html的don tree一樣 所以你的UI thread你的python code 必須去走這整個tree整個don tree 然後去把有更新的部分找出來 那找出來的部分你必須把它畫到畫面上 那你必須去想辦法把整個時間縮短 縮短縮短到16個minisecond之內一定要完成 一定要完成 那你如果有don的話 那其實user就會察覺到 所以我們這邊用的方法就是 我們會把這整個走速的code 就是還是在python tree的裡面 其實我們在早年其實一直希望把它移到c ccode裡面去 不過一直沒辦法成功 因為這個anjoneer反抗的聲音太大 因為python用來走速其實是非常方便 那所以我們就產生了一個authentic方法 就是我去產生一個random command buffer 那這個random command就是我要畫一個button 我會把它轉成一個temporal的這個畫圖的指令 把它放在這個一個buffer裡面 那可是我在native code裡面 它有另外一個renderstrade 它的priority是最高的 所以它因為它不希望 完全不希望被人家卡到 完全不希望被人家卡到 它裡面也有一個rendering command buffer 它去執行說目前畫面上看到那個buffer 要長什麼樣子 那當這個python thread去把整個tree update完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新的command buffer 那當產生完之後 這邊會做一個swap的動作 那它其實兩邊不直接去access同一個buffer 因為如果直接access同一個buffer的話 你就會必須去hold一個gile lock 你hold一個gile lock的話 其實你的UI就畫不動了 你UI可能畫到稍微卡一下 其實你如果做一個animation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個東西 就要卡一下 因為那時候的python code 可能在執行任何的程式 它如果卡住你稍微久一點的話 其實你出來的動畫就不漂亮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用一個 有點類似double buffer的機制 那當然本身這個tree 你必須也必須把這個 產生randed command的時間 盡量縮短 因為你如果不縮短的話 其實你的這個response time 就會變得比較久 雖然你的畫面不頓 可是因為你要產生一個新的command buffer 超過了100ms 你就會看到這個 你的response time就可以卡卡 所以就是卡卡跟頓頓兩個主要的issue 那另外一個就是本身它有另外一個iothread 來負責做一些像一些 因為UI總有些圖嘛 那它會有一些UI的 你對一些圖檔的loading跟decode 它也是用另外一個 比較low priority的iothread 你可以去做一些prefetch的動作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讓這個rendered thread 在你要畫一個圖的時候 那個圖其實已經在那邊了 你不需要去等它 因為如果一等它 其實你的animation就會不順 那這個就是整個在rendering裡面的 整個架構的一些大概的介紹 那最後是一個summary 那python這個language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最大的擔心就是engineer反彈 因為我們既有的engineer 大家都是用C++ 那他在學校學的也是C++ 他其實可能連python是什麼都沒有聽過 所以當我們在設計這個架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擔心就是 他們需要比較長的學習的時間 或者說其實他就覺得我幹嘛學這個 那我C++就好好的 那什麼事也能做 Potable 我C++本來就Potable 可是他明明都用的是MSVC 他的C++其實都不Potable 那可是其實初期非常奇怪的就是 這個engine的推行其實非常順利 那engineer其實非常快的就上手 那當然其實我們整個開發廳 我們其實有先寫一個sample 那他們其實用C++來寫到那個sample的程度 其實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可是現在有一個捷徑 那他只要學一點python的基本的language 他其實就可以做到那個能力 就有點引誘他 那他其實很快的就可以上手 所以python其實我們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簡單上手 那當你現有的engineer都屈服了 其實新reku進來的engineer就呆呆的 反正他在學校雖然也沒有學過python 可是他上來就是反正就有學長教了 那既有的call 我們在公司通常這個叫coding by example 就是我就拿既有的call來抄 就從這個product抄到那個product 其實就非常方便 所以新進來的他基本上他也不敢多嘴 反正他就也乖乖學python 所以像我們公司目前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engineer 其實都在用pythonlanguage在programming 大家都非常happy 那另外一個是easy to extend 就其實剛剛講的就是他在對 native code c++的整個這個橋接的這個layer 其實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們可以跟我們的一些critical component 其實都把它移到 critical component還是留在這個c++的這個layer 他非常的容易去extend 那最後是productivity productivity其實我們整個城市的開發 整個UI開發 那以前當客戶說要customization的時候 其實大家全都是從沒苦臉 還有那個engineer做到那個三更半夜的 那可是當我們把它整個換到一個UI engine 另外一個UI engine使用python的這個UI engine之後 那它的productivity其實更高 它不用去跟pointer 不用去跟這個傳統系加加圍武 它可以用一個比較elegant的方式來做一個programming 那其實整個total的productivity其實真高 那甚至連這個OEM客戶都會嚇一跳 因為當他們在跟我們談spec的時候 其實我們意外的prototype都已經可以出來 說你昨天講的是不是長得這樣子 那其實大家都嚇死 那這個就是整個productivity 你把它最大化的一個好處 那其實除了productivity之外 那我們其實最開心的是 engineer就不用再碰c++ 它programming可以很開心 那它從最初淺的python開始學起 那它之後其實很多人也愛上python這個language 大家其實可以programming的很開心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覺得看到一個 我們其實自己在設計這個UI engine 其實自己看到也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今天大概就是我今天這個session的分享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 可以在這邊提出來 謝謝大家 好 不曉得大家什麼問題 可以來問一下我們的chiefarchitect 記得去看這個 所以我希望這個Ui Engine 對這些類型的application 做了一個蠻好的最佳化 所以使得它在一個功能 跟在使用 就是說Program的這種容易度上 我想是達到一個非常好的平衡 但是就是說 在Windows 因為Windows作為系統它本身也在演化當中 它從SP 然後到Vistar到Win7 它的Native UI其實是有非常劇烈的變化 那我不知道你們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Ui Engine有沒有 遇到這種變化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我想這個基本上 可能分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 Ui的 長的樣子好了 那長的樣子其實 它基本上 不大會是個問題 因為我們Ui長的樣子 其實跟Windows 其實是長的不一樣的 那客戶要的 其實它也是跟Windows長的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個control 所以其實我們在 在這方面 其實不大需要 跟現有的Windows的 長的樣子去做 做一個Match 另外一個問題是 其實Windows在 這些年 其實它也有自己的 UI Engine 因為我們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 當初在開發其實就是 MFC 就是所謂的UI Engine 那可是在後來 其實Microsoft 像它推出了這個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 那WPF 那它可以用 XAML的UI Engine 來做Programming 那其實我們當時也有去想過 是不是我就用它的了 我就用它的了 那 那 那有幾個原因 其實我們一直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 用這個WPF 那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在 當我們自己有UI Engine 的時候 我就可以針對特殊的硬體 做 那我們發現 WPF其實 在 一些 稍微 Middle to Low End的 這個Graphic的平台上面 其實它的Performance不好 那 以Microsoft的立場 當然就是它希望 這個 它覺得 反正在等一陣子 那個 你的 High End就會變 Low End了嘛 對不對 可是 可是在 在當時其實 因為很多OEM 它是shipping的機器 其實 它的Graphic的Performance 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所以你如果 RUN General的WPF 這種 Engine的話 其實 出來的效果 會不好 出來的效果會不好 所以 其實我們還是一直 留在這個 這個 我們自己的 Engine上面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考量 也是 就是 Cross Platform Cross Platform 因為Microsoft的東西 雖然 像WPF在Linux 其實也有個Chrome 不過最近好像 宣布要收掉了嘛 其實我也怕這種事情發生 就是說 它雖然 它其實在另外的世界 並沒有相對應的東西 雖然 有一個 Open Source 可是那個Open Source 跑的 結果一定跟 Microsoft標準不一樣 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差異 那 所以 因為這些 考量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還寧願 留在我們自己的 UI Engine裡面 所以 所以即使這個 Engine 已經出來到 到現在 差不多快第10年 其實 在我們公司 還是算是一個 蠻主力的 Engine 那 因為這些考量 所以我們 就一直沒有把它 把它換掉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謝謝 好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請 你好 我先要請問一下 因為我 當然我 平常多多少少都會用到 歸公司的產品 但我卻從來都沒發現 它是用Python寫的 那 你們對Python source code的保護 是不是有做什麼 怎麼樣的方式去保護 你們的 source code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聽起來這個 framework 非常的優秀 那你們有沒有 就是打算 就是單獨去 publish這個 這個 framework 這個產品 不論是 commercial 或者是其他方式 比如說 open source 謝謝 那第一個是關於 source code 那我們這個是基本上 我們 source code 是 complete 成 就是 PYC 那在 我們開發的當時 那其實我們現在想起來 是有點小心眼的 因為當時的 competition 其實非常激烈 所以有點不希望讓人家知道我們是怎麼做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把 PYC 裡面做了一個 encryption 那我們的 extension 那我們的 extension叫 KC 它其實裡面加了一個 encryption 那後來我們一直希望把這個 restriction 拿掉 因為你沒事多做一個 encryption 那有點無聊 那可是就是 因為它也沒出什麼大毛病 所以就一直留在那裡 那其實你如果去裡面的目錄看 其實你就會看到 Python 譬如說 Python 目前有些可能 Python 25 Python 27.dl 在裡面 那standard library 在裡面 那我們自己 UI 的話 其實就是 .kc 或者是我們會把它 pack 成一個 zip 那你第二的問題是 open source 的方面 那這也是我個人一直非常非常希望走的路線 我的問題是就是 有沒有 commercial 的要發行或是 open source 就是其實我想知道你們有沒有想要單獨發表這個 framework 目前就我自己是希望這樣發表 可是我老闆不肯 那因為我們目前的整個商業模式 還是走這個 commercial 的軟體的整個 model 所以我們目前其實還沒有這個打算 那我想我們就是朝這個目標前進 好 朝這個目標前進 由於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邊再次非常感謝 Chief Archerylect 非常精采的心得分享 謝謝 謝謝